有關排序的部分 你錄下來的東西 各位可以發現比較一下 這個是錄製的 這個是用VBA寫的 其實這邊其實一行兩行而已 可是這邊要這麼多 而且你會發現 錄下來的東西 稍微把它再放大一下 它這個範圍呢 也都會固定 所以以後你不可能 不能說錄一次之後 其他地方也用 要不你就要修改一下 改哪些我想自己要去 再稍微看一下 比如郵表放哪裡 然後哪一個工作表 排序然後哪個範圍 可是如果說將來 你不要每次都要錄的話 你只要記得兩行 這兩行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兩行做出來效果 就等同剛剛錄的那些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 那個錄製劇集 它的缺點 它的優點是 可以幫你寫出程式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說呢 它幫你寫出來的東西 都會很長一段 一堆東西啦 那可是如果說 當然你 你覺得不影響 反正可以walk 當然它還是有好策略啦 可是如果說你希望在 追求那個程式的 更簡短 OK那當然 它也不是很好的策略啦 不過至少是階段性的 OK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基本上 我們大概 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 兩行 第一行是 你把這個整個範圍選取 再去設定什麼呢 設定它的key是哪一個 key的話就要排序的 比如說B欄就B1 order 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 那個 就是你的排序順序 是以哪一個為基 一的話是递增 就是排序順序 1的話是递增 2的話是递減 那黑的是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就是 它的標題 如果有的話就是 Excel Yes 比如說這兩行 假設要把它取代的話 基本上 非常簡單 你就是 把這兩行 其實當然你可以 如果說你要自己 重新打的話 這邊的話我可以把它 中間 把它改一下 其實這兩行怎麼做出來 基本上 你可以用那個 直接 將來如果說你要記下來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A1 它是這樣 A1 然後呢 點 這邊有一個方法叫current 它實際上 打一個cu 它會自動會跳出那個 它的屬性 那所謂的current reach 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個current reach 意思就是說呢 你現在 游標所在的位置 它擴展出去的那個範圍 它會自動幫你選起來 current reach 點 什麼呢 點 select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執行這一行的話 更有發現 它會怎麼怎麼做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假如說你游標 是放別的地方沒關係 直接按F8 這排序名稱 我把它改一下 名稱不能一樣 好 那比如說它是會做出什麼效果 current reach 點 select 有沒有發現 A1 它會先放在這裡 然後current reach 是目前的範圍 整個幫你選起來 那選完之後會產生一個什麼 就是 selector 會產生一個叫selection的物件 因為你 上面這個是動作 selector 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選取區 物件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你就是selection TI 點 後面的話呢 你就是把什麼呢 sort那一串 那實際上 selection 物件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會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 selection 物件產生 所以這一行 那我們直接 十一類關係 但如果你可以的話 自己把它打 從頭打到尾 OK 好 就是全部 輸入完畢了 那你會有個sort的物件 這個sort的物件 跟著講 sort的方法 這個selection的物件 它有個sort的方法 這個方法呢 實際上你可以給三個參數 一個是key1 就是按照哪一個 哪一欄排序 一般的話 是會給一個範圍 或者是給 那一欄的 標題的位置 b1 OK 然後 遞增或遞減 如果是遞增就1 遞減的話就2 有沒有標題欄 OK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再把它排序一下 當然因為在這個已經遞增了 看不出效果 把它改成2好了 2的話是遞減 OK 排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筆劃的話呢 就會從 多 到 少 當然如果說你要 把它再排排回來的話 把它改成1啦 所以這個地方改1或改2 排序 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 由少 到多 那如果說你要排的是什麼 排的是A欄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它改成 排 那個時間的話 這個也可以倒車回去 按照1年級到3年級排 有沒有發現 這個改成A1的話 它就排這一欄 那成績可不可以排 也可以啦 如果你把這個改成C的話 就上來 排序一下 有沒有 少 少的到多的 當然這邊如果改成2的話 再往上 有沒有 所以 兩行喔 這兩行好不好用 非常好用 因為我常常 如果你 特別最好 像常用的你可以把它放一個雲端的位置 像我習慣是我要找排序 那我上面也許我懶得打嗎 那我就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改一下 馬上就有那個功能 OK 當然你也用錄製的啦 錄製下來再來改啊 可是錄製 你可以發現 錄製下來這麼一大坨 這到底是 所以它沒辦法讓你金錢 如果你要兩行搞定的話 甚至你這些用熟了之後啦 根本也不需要去複製貼上了 像有時候就自己熟了 兩行而已啊 不多 而且 這個地方有一個 很好的 其實這兩行還可以分開來 尤其這一行 Current Regio 點Slate 這還可以用在什麼地方呢 你還可以用在 點Slate後面的 你可以Selection點Copy 有沒有 比如說我這個範圍 全部都要複製的話 全部複製喔 不過全部複製會 包括那個上面的 欄位的那個名稱 它是整個全 點Copy 然後你再點 Pester 就是可以把它 複製貼過 複製貼過 有沒有 這一行可以全選 所以這一行還蠻好用的 請各位試試看 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排序錄製 跟排序的 VBA的差異 OK 然後再 清除 最後 其實像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的程式 假如說 寫完之後 你把它貼過來 這個其實不是很好的策略 像一般 如果說呢 你們將來 寫了一個程序 再貼過去 倒不如這樣的 你可以用 扣 扣什麼呢 扣排序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說 你不要 把那個程式 貼上的話 你可以 排序 VBA 以後的話呢 他就直接 直接去呼叫 這個程序 然後 這邊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如果說你不要把它貼上來的話 你也可以用什麼 call 前面打一個call 然後什麼 班級 Ctrl按住 那名稱的話 加一個底線index OK 那他就會 call這個 call這個 當然如果說你這個 連這個也要 再 你可以 再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再call 所以只有三個啦 那你所以將來 也許你將來 會看到 很多人寫完的程式 奇怪他怎麼都call call call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他 所有的程序 都 把它分一段 一段 用call的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不過我反而覺得以後你們不要一整坨 因為我發現有的同學一整坨有沒有 他光看到他就忘記他做什麼 可是如果你把它分call call 這三個步驟啦 那你就會很清楚 以後看喔 這個在這裡 那我就是在這邊先 處理這部分 錯的話 也比較知道錯在哪裡 因為你整個全部 一看喔 所以常常看到同學是 他光看到他就頭暈了 他不知道 因為城市太多 他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你把它分開來 各別處理之後 事情就變簡單了 這個我一直強調 為什麼很多人 城市學不會 最重要的原因 真的就是說 他在急於把所有東西都 放進你的腦袋裡面 可是你的腦袋就是 沒有那麼大 而且你的處理速度也沒那麼快 可能你根本不是多核心的 你可能就是只有 單核心的 然後你要處理那麼多的資料 當然處理不過來喔 所以 40個切割 然後去分階段 也許你可以先從 錄製劇集開始 慢慢去分析 特別是因為今天我們 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 給各位慢慢去彩排 慢慢去錄製 所以今天講的東西 其實回去都可以做很多 在做練習的 分開分開慢慢做喔 因為我們上課的 練習時間沒那麼多 理論上各位應該回去喔 從那個錄製劇集開始慢慢去 把所有可能發生的功能 以後的話 你上班的時候 如果沒事啦 你就是可以啦 把那個分析一下 然後錄製劇集的東西 分析一下 再去找找看有沒有對應更精簡的 類似像這樣子 像這個也是我自己去 以前可能我剛開始也是用這種方法 但是我覺得是 這不符合我的那個 上課的精神 如果我這東西給你這樣 只有這樣子喔 可能同學同學應該是沒辦法接受的 因為我想過 我的上課 撰寫的程式 第一個 就是要程式越短越好 完全不符合 所以我要想一個 越簡單越好的 兩行 OK 第二個就越直覺越好 直覺的 像這個 怎麼直覺法 完全看不懂 這裡面到底在寫什麼 底下那兩行 也許你反而比較直覺一點點 OK 所以 大概這些東西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把剛剛的排序 再修改 成這兩行 如果可以的話 就用你的直覺 可以看一下 瞄一下 然後自己打打看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它打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排序的那個 VBA的程式做法 那很重要就是那個 Arrange A1 點 Current Regio 點下去 它會自動 自動出來 點 打個 CU 也就是 目前你的選舉範圍 那你這個 目前的選舉 目前你 有標所在的那個範圍 它就會幫你 把它點 slate 就是選起來 那選舉來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排序 你也可以做其他的啦 比如說你要產生 樞紐分析表簽 也要整個把它選起來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呢 把它複製 點Copy 你也是 會有這個動作 那這一 這個選舉的方式 可以大大的 讓你的那個 程式 變得簡短許多 兩行程式而已 試試看 打算 馬上 進去